如果今天晚上破六的話 滿嬌儀 答案 聽說中國小姐很會跳鋼管舞 如果破六的話 好 答案 但是我們說明人太背落 好 前面的部分 我們就讓蘇晏霈來放褶 你會講什麼 你是要講什麼 好 今天就是要不是 要非常感謝劉佳瑤在劇中的使壞 才有機會讓我們 響徹允霄的八八城市 然後那場心裡面 非常非常的糾心 因為看到自己的兒子這麼壞 然後又是心疼 但是又不能太放縱 其實在拍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 有很多很多 情緒的糾結 對對對 就是到底我要怎麼打兒子巴掌呢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每個人都會打他巴掌 那其實他也是一個EQ非常非常高的 很專業的演員 我們除了事先都有培養一個默契 然後講好我們應該怎麼下手 但是常常當下的情緒 你會麻痺掉 因為可能一二十個人打過你了 你打到最後可能會麻痺 所以我為了幫他 雖然我當初說好我伸右手 我就打你右邊 結果沒想到正錄影的時候 我是雙手一起伸 所以他當下 依君姐想幹嘛 你不是說要右手嗎 然後想說沒關係 那個是情緒吧 因為很多當下就像剛才 依君姐說的 就是我們在RED的時候是這個 是當場你情緒上來的時候 你說要P 有時候很難P得掉 有時候真的會被打到 大家晚上可以看 那個加油如何去被懲罰 但是當下我有一個就是很心疼 就是文貞 他真的把自己的 他太入戲了 他真的把自己的臉打到 整個腫起來就算了 而且還受傷 對 那當下到底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這麼想不開 氣笑嗎 沒有 我就覺得 文貞也有做錯事 然後加油真的很可惡 我就覺得除了想報仇之後 我內心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憤怒 就全部一起打 我就覺得我打我自己這麼笨 我打這個 我愛這個人這麼可惡 我一定要替我爸報仇 就是說說 就是往死裡打 然後覺得說打別人巴掌 好像就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打自己應該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就是狂打 我就是太整個就是往死裡打 就覺得我一定要打到 讓鏡頭看起來就是 我真的就是非常的大力 可是我沒有想過就是 在打的過程到 瘋了是不是 對 我就瘋了 就是瘋狂 我是真的瘋狂打 沒有戴戒指 我是被我的指甲劃傷 可是就是很意外 然後我在打的當下是真的左臉 就是有卡一聲 就是那個下巴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卡一聲 可是我自己嚇到 但是我還是有撐住 有 我現在 他就自己在那邊 就是自我懷疑是不是 對 就是到現在 現在摸還是會痛 就在戲裡面就是 飽受他們兩個的折磨 對對對 所以在那場情緒裡面 也是滿複雜的 現在有小鮮肉了 還有精神 欸 還沒有一個定案啊 對啊 但真的很謝謝 因為那一天 我記得那個 劉家瑤的報應那一場 是我們初一開工 然後拍到初二的凌晨三點 大家都非常平 然後都很敬業 所以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支持多情城市 讓我們收視崇高 今天369集劉家瑤 終於要得到報應了 所以一定要順時收看 大家拭目以待 對對對